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Hi 大家好,我是肥正龜實習生UNI 今天的肥正龜情報戰會介紹 我們這次聯名活動的兩個新角色 還有我們的新BOSS 主要會針對他們在ZERO系列中的故事背景 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希望能讓沒有接觸過ZERO系列的玩家有個初步的了解 在開始介紹角色前 我們先對我們這次新增的後備系統做個簡單說明 好讓各位玩家們能夠更快上手 在研究室裡面可以看到後備研究 點進去之後,你會看到許多的插槽 如果等級達到45級 而且有解鎖的素材時 又可以直接解鎖插槽 然後選下方更換武器按鈕後 可以選擇想要安裝的武器 所以想要提高在後備研究的戰力 就要盡量將武器的攻擊跟生命做改造 解鎖了他在被封印百年之後 被喚醒 雖然失去了所有的記憶 但因為保護周遭夥伴的本能而挺身戰鬥 在ZERO系列當中加入了反對派 來對抗極端打壓 思考型機器人的人類政府 新阿爾卡蒂亞 這次在X-Type中出場 搭載了Z拳套和盾牌迴力鏢 Z拳套命中敵人後 可以造成對方無法行動 第三個強化要素 還有機會奪取敵人的武器 變成禁用武器的狀態 盾牌迴力鏢則包辦了防守和遠程攻擊 架盾的時候可以邊防守邊移動 架盾組中也可以將盾丟出去進行攻擊 盾牌會在飛行一段時間中回到自己的位置 雷威亞丹是新阿爾卡蒂亞的四大天王之一 中稱妖將 別名滄海的海神 四大天王因為將X視為他們的主 所以在ZERO系列當中 是協助新阿爾卡蒂亞對抗反對派 他因為不想沾染灰塵而喜歡待在水中 在X-Dive中的戰鬥ending pose 會有海洛身上灰塵的動作 好可愛的 主動技的亮點是可以召喚出冰龍 而且冰龍的眉睫都可以造成傷害 還會自動追蹤 兩個主動技都有對應的被動技或強化要素 讓你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還可以額外奢出冷凍強槍 而雷威亞當在被敵人直動的時候 有機率發出冷凍機雷 他的五星被動技還包含了讓敵人緩速的動技效果 真的是盡可能的將雷威亞丹 在原作中的技能都打包進去 這次的活動BOSS 是新阿爾卡蒂亞的統治者 CopyX 他作為X的複製品 極力想證明自己才是絕對的正義 但面臨人員不足 機器人飛鎮規劃 還有要保護人類的多重壓力下 使得他變成其中保護人類 壓迫思考型機器人的獨裁者 這次在X5中 團隊也努力移植他的戰鬥模式 他招式種類非常多樣化 隨著機身的顏色改變 他會使出冰、火、雷三種族性 還有物理攻擊 還可以自己回血 一回就回到滿 在攻略上 除非你選擇用戰力努力給他 不然這個BOSS 是有一番考驗玩家 走位還有戰鬥技 樂趣在 以上就是本次聯名活動角色介紹的部分 下週呢 我會為大家揭露這次活動關卡的設計裡面 大家先去體驗看看這次的活動 看是不是能夠發覺我們的團隊設計的小巧思呢 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